將來接任警政署署長 是陳嘉欽局長 新警政署長才準備走馬上任 不到二十四小時 新北市就發生黑道槍擊案 造成一死一命為四傷 警戒人士大地震 社會也跟著不平靜 治安圈傳出這樣一句話 換大官就可能有大案子 如果說是在換大官的時候 一定就會有大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呢 因為這就在考驗 這個人能不能夠震住 可能是這個大官身後 他可能有這個降龍盤踞 他才能夠震得住這個政教 資深社會記者回憶 二零零六年林國棟 才接任台北縣警察局長 隔年就發生了 無善酒槍擊案 二零一五年秋風光 接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柯文哲證實人事案的前一天 也爆發了西門町雙施案 現在陳嘉欽被發布 接任警政署長 還沒上位就爆發了 土城黑道槍擊案 警政高層的異動 很容易造成當地治安的鬆動 那這樣子的結果 絕對不會是老百姓的幸福 是巧合 還是白道換帳 黑道就蠢動 新警政署長陳嘉欽 還沒上任就遇上大案子 核實能破壓力也不小 記者陳馨願意顧上軍台北報導 有甚麼事 其實是十分無法 有任何事 有任何事 致